在2017年,政府提倡在18區設立地區匡見中心 透過醫社合作和公私營合作模式 資助基層市民西查慢性疾病及早預防 而第一間位於葵青區的匡見中心 至今已經運作了兩年多 過千名患者受惠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有病 自未病才重要,早預防更重要 所以我們深入社區尋找會員和他們做篩查 其實是幫助他們未曾發現自己有病的人 所以地區匡見中心做了一些預防工作 勝於做修補的工作 劉秀英曾遇上一位90歲中風病友 她平時只會臥床或呆坐 甚至連轉身都要依賴工人的幫助 直至參與中心的復康計劃之後 病情得到180度的轉變 來到的時候 她就只有她坐和睡 但檢查的時候 我發現爸爸不是的 如果幫她一點點,她轉身 跟她坐起來之後 她好像不太知道 告訴她要做甚麼 但如果你給她一個波 她懂得拿 你說給她一個幫助 她又能給她 到起床 用日常生活的方式去訓練 她都能給她身體有更多活動 但說到走路真的很難 我們走路很容易 但爸爸好像忘記了怎樣走路 很困難 我們後來就想 讓她用一個坐行器 參附她起床 一個在前面拖著 一個在後面 幫她遞起腳 搭前 她有一個搭步的穩定性 跟著她走路 之後她家人可以帶她下去 每天都可以走一個小時 都不能坐下 爸爸的腳骨力一路一路好些 後來我就不跟她試試走樓梯 爸爸喜歡 她好像不太懂 但其實透過這些 可以讓她做到很多活動 我們要發掘她的潛質 至今中心有大約60個中風會員 已經完成了復康計劃 他們的活動和自我照顧功能 得到明顯的改善 如果身邊親友屬於輕微慢症患者 都可以到各地區康建中心成為會員 中心護士會為患者 進行基本的健康檢查 查找有沒有危害健康的風險 如果是痛症或中風等 患者可以參加相關復康計劃 及早改善健康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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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鈴鐺